杨茜茜 杨茜茜 施政理 金茹 我们重新开车的音队 我们重新揭 Theirisson 重新揭导在一起 简短 我叫徐金茹 今年19岁 然后我出生于杭州富洋 我非常想念我的高中生活 因为感觉到美国大学之后 又是另外一个不一样 虽然都是独自一人 但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 他们的习惯和我的习惯非常的冲突 然后因为他们不是很理解 中国人的一些行为 和作息 所以就是我们经常有一些摩擦 然后其实第一年和第三年过得比较辛苦 第二年和第四年虽然也辛苦 但是说感觉会不是我 就是我想要的那种辛苦 然后反正就是特别特别的 过得特别辛苦 然后呢他们之前 我的那个德国住家呢 他们之前是没有任何学生过 所以他们不知道怎么跟我相处 或者说跟中国学生相处 他们只是有一颗很好的心 想要去收养我 然后但问题是 就是因为毕竟住跟相处是两码事情 一年基本上都是在自己房间里度过 然后呢他们有个小孩 他小孩跟我是同一个年级的 他们小孩呢就比较无野人 就是比较奇怪 就是说就是就不知道他想什么 就是所谓奇葩 所以我跟他相处也没有那么的好 然后他又特别喜欢恶作剧 有的时候半夜三更我在那边睡觉 他会突然闯进来 然后吓我 然后呢住的话就是很多习惯啊 他们的一些习惯啊 做些时间跟我反正很冲突 比如说他们每天早上会四点钟起床运动 每天早上都这样子 然后呢不允许开窗 不允许房间里有吃的东西 连零食都不可以用 糖都不可以用 然后呢他们不perfect吃零食 所以我吃零食时间很少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 他们煮的东西很少 然后又是非常非常健康的那种 然后而且很淡 他们不加盐 所有东西都不加盐 然后我觉得我就要过和尚的生活那一年 这两年呢比较特殊 都是同性恋家庭 就是两个妈妈 然后他们的小孩呢 也是中国领养小孩 第一年跟第二年都是中国领养小孩 他们在中国领养的小孩 然后呢他们不会说中文 只会说英文 但他们是中国人 然后第二年的爸爸妈妈 妈妈 两个妈妈呢 都是同性恋 然后呢是意大利人 然后人特别好 特别有爱心 然后又特别会煮菜 然后就特别好 活得特别开心 很温馨 然后还有一只狗 一只猫 两只狗一只猫 然后呢 但问题是呢 因为我就第二年 我的性格慢慢变得比较舒服 就是慢慢适应美国这个环境 我会变得比较开朗起来 然后问题是 他们家的小孩 就是比较内向 所以导致 他们小孩嫉妒了我 就是嫉妒我跟两位妈妈之间的关系 然后呢 就是说开始在推特上面骂我 就是就是到最后 最后我要搬走的那一个月 然后他就突然说在 我就发现他在推特上骂我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 真的是觉得非常就是不 worth it 你知道吗 美国公主家有点心 你看 有多个 你说 总结吗 对 你告诉我 每个总结吗 我在美国四年 我学到最好的东西 就是怎么去preciate 所以我会抱着一颗 就是很有爱心的心去帮助他们 我觉得这肯定是 就是基督教他们教我的一些东西 因为我是一个 做任何事情 我都很喜欢反思的一个人 就是不管说我今天是 经历了开心的事情 或者说不开心的事情 其实说很累的事情 或者说不累的事情 我都会去学会反思 然后我觉得我的话 一直对我的生活 一直有个目标 怎么说呢 就是尽量做出一些 我愿意做的事情吧 比较做自己 对吗 想 对 对 想 喂 喂 喂 before you do 对 对 你愿意召唤唤 对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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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